我们的社区之所以繁荣昌盛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参与都非常重要 请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 确保我们的家人和社区 在未来十年都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服务和支持 美国人口普查是1790年开始 美国政府每隔十年会进行一次 人口普查已经成为历史重要的大事 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未来 我们一起参与人口普查 准确的统计帮助我们社区 在本地、州和国家政府各级都有公平的代表 所以我们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会用人口普查的数据 来决定如何分配超过6750亿美元资金 在教育、医疗和交通方面的服务 人口普查的数据直接影响我们子女的未来 尤其有关政府的撥款 例如用在课室的科技设备、特殊教育、课后活动 和联邦大学的奖学金 人口普查会影响我们家人得到适当的医疗服务 例如苹果计划、联邦政府医疗保险 Medicare、州政府医疗保座Medicare 和可以负担得起的健康护理服务 人口普查也会影响我们社区的重要服务 例如社区诊所、公共安全、交通 对移民和难民的重要服务 你的参与 可以帮助塑造你的家人和社区 未来十年的发展 所有统计的数据会整理成一个完整的报告 商家和大小企业 他们可以用这些数据 决定在哪里开展他们的业务 创造就业机会 为更多的社区提供服务 这些数据成为建立和出进 伦理社区发展的展览 也都帮助我们社区 独特的文化和多种语言的发展 重要的是 你和你的家人的身份 和个人的资料都会受到法律的保障 请参与2020人口普查 你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将来 普查关乎每一家 准确数据靠大家 有关人口普查的长城 我浏览人口普查官方网站 2020sensus.gov 如果你需要广东话 或者普通话的语言服务 欢迎联络人人服务社 206-624-5633